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5号 礼拜二财纳课向前行 我是公众员老师 看见公众员天天赚大钱 这个盘局在昨天上涨157点 今天再涨87点 这个风狗浪自10月14号 开始起升之后 已经连涨了三个多礼拜了 我知道投资朋友们 在当下您的心情 您的心情可能有点慌乱 慌乱的原因我也了解 在股票市场来讲的话 大家手中在投资的观念 对不对 大家每次说我买股票 就是为了投资 但是做着做着 做成想做投机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要在股票市场里面 真正的要赚大钱 必须要保持一个清醒 而正确的投资观念 大家也经常这样子讲 而现在这个行情呢 我把它取为什么 风狗浪我取为一种暴力行情 我们要赚这个暴力 怎么在暴力的行情之中赚暴力 原则上面第一个重点 你的心不要因为昨天开始大涨了157点 今天又上涨了87点了 而乱了方寸 审视你手中的股票 先问自己 手中的股票为什么会买它 谁告诉你买它 原因何在 如果它真的是具有价值的股票 你就把它好好的暴牢 未来一定会大赚特赚 你还记得这档股票吗 这档股票我在节目之中有做分析 现在大家也都在说它 这档股票叫做联发科 今天在盘中里面最显眼的盘局的内部结构的六档股票之中 它最显眼 六档股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要了解盘局的指数的内部结构 你就注意那六档股票 一档当然是台积电 再过来是大力光 联发科 红海 国泰金和富邦金 而这六档股票今天最耀眼的就是它 再创一个高点 426块钱 你还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之中有跟大家分析过 联发科吧 我为什么要分析它 我是在分析一个观念 一个投资的观念 我经常讲到 我们不是看指数做股票的 指数放两边各股发财摆中间 我相信您都会背了这句话 但是有没有确实的朝这个康庄大道 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呢 这个是在9月16号 我分析的联发科的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9月16号的联发科 当时我分析的重点 不是在它当时价位接近390 而我当时分析是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大一点 199块半的联发科 那个时候市场上面有人去问他吗 有人想买联发科吗 认为联发科这个IC设计 这家公司大概已经被市场淘汰了 没有人要去想到联发科 之后呢 到了9月16号 联发科已经接近了390 这中间的时间点 为大家复习一下 什么时候联发科是199块 是在去年 2018年的10月初 现在来讲的话 是2019年的11月初 联发科从199 到了今天已经见到多少 426块钱 你想不想投资联发科 想不想在一年 大概一年的时间之中 你的资产增加一辈子多 都想啊 都想 但是不想去做 尤其指数现在来讲的话 再创一个高点 接下去要见到那个谁 我说要挑战 要去向台股的大哥大去问候 12682 民国79年的2月22号 要去跟那个大哥问候 所以大家心里面更浮动 可能你手中的股票就是未来的联发科啊 联发科从去年2018年的10月份 199块钱涨到今天426块钱 中间这个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大家知道它世界上面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中美贸易战嘛 从汇率战打到呢 关税战 从关税战再打到科技战 您了解我的意思吧 中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这一年多一个月的时间 叫做动荡的经济年代 联发科照样怎么样 从199块半 涨到今天的426块钱 我当时在9月19号 我还做了一个联发科的关键报告 分析给大家看 即使当时来讲的话 涨到380 我有预测过 从它股息殖利率来讲的话 我们去做一个估算 大概今年2019年 明年2020年的6月会公布的 联发科每股配 大概是10块半 就以这个当时来讲的话 我们是从它的第一季 第二季的毛利和营收 去做股息的估算 更不要说它第三季 第四季还在成长 当时来讲的话 我们讲过 即使380块钱的联发科 股息的殖利率2.8个百分比 比银行定存利率 快要高出三倍了 所以看到这句话 再说一遍 支付唯一的路 就是价值投资 再加上阻力进出 你现在手中的股票 不要怕指数现在是不是高 至于最重要 它到底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的股票 任何风浪的指数风浪 多空格局之中 你都可以买 因为它有价值 台积电 现在看到台积电300多块钱 你知道台积电先前多少钱吗 38块半 在2008年美国次贷海啸 当时来讲的话 台积电只是38块半 现在来讲的话 涨到300多块 这个将近有9倍到10倍的空间 你想不想赚 你说我非常想赚 那你现在就做嘛 现在有联发科第二 有台积电第二 你要去做 你又买得到 在深土里面去找那个钻石 所以我刚刚讲到 任何时候 都是暴力的时代 此处的大涨大跌 非常暴力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赚到暴力 这个暴力需要 第一个需要有眼光 需要有决断力 我们讲一档 我们今天获利了结到的股票 这不是值不值得做称许 只是用它了 做一个例子的说明好了 我经常讲到 我财纳克向前行这个节目 只要我们学员获利了结掉的股票呢 我都会跟大家谈到 今天获利了结掉的一档股票 就是这档 你突然想到 这不是昨天大家都在撑到的股票 今天我们获利了结掉 您先看一下 今天是什么时候 今天是11月5号 我们对于 见准的这档股票 我们什么时候 就把它研究出来 它的基本面了 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时间点 放大 8月26号 我们分析见准 我们是选择股票它 它在大家默默无闻的时候 我们要发觉到 它是未来的钻石 我们才能够赚得到它 8月26号到今天来讲的话 你就知道 快要两三个月之前 就研究见准 是啊 当时来讲 我们算出来它的殖利率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进场呢 8月24号研究 我们到了9月12号才买它 38块5 人人都买得起 人人都赚得到的 但是当时的见准谁要啊 然后你买了以后呢 你抱得住吗 我每天都想 赚那种乐透彩的钱 每天都想赚到乐透彩的钱 其实说起来就市场上面 不只是投资朋友们啊 上班族也想赚乐透彩的钱 对不对 但是有几个人赚得到 那是他往昔深中 累积了福报 只在这一生 透过乐透彩 把那个该给他的钱 透过这个管道给他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投资啊 8月24号研究 9月12号才进场 38块55 然后呢 他还走这么久啊 今天 11月5号 见准 在盘中的12点20分 我们把它获利做出场 这是分线记录表 给大家看看 43块6 建议做出场 收盘呢 还收的不止了 收到44块1吧 44块1吧 投资报酬率 13个百分点 13个百分点 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 13个百分点 你去换算 等于年化报酬率 100%啊 是银行定存利率的多少 100倍 你如果有一笔钱 你说 有一家银行 说我现在的定存利率啊 是100% 你要不要把钱存进去啊 不止你要把钱存进去 连其他的银行家 也要把他们的银行的钱 搬到这家银行存进去啊 这样子的好事 大家等不及 耐不住 因为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可以让你 赚钱的赚实啊 我财纳课工作员老师 在节目之上 你看到我们只要获利了结 我们一定向大家公布 而且都有研究报告 我财纳课工作员老师 我已经跟我的所有的会员都讲 我们不求支支涨停板 但是我们永远努力的支支都获利 这就是我财纳课工作员老师 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任何的时候 赤负唯一的路 就是价值选股 再加上阻力进出嘛 手中如果是个好的股票 你怕它 怕它突然变得没有价值吗 你不是分析过了吗 你在当时买进去的时候 已经分析了透透透 这个还不眨眼的 还不算 这不能算我们多大的获利 你也看到我财纳课工作员老师 每一档的获利 有很多的股票来讲 都是40% 50% 但是我们花了时间 也有两个月 也有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见准的这档股票 你去看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13% 13%就是13年的定存利率 为什么今天卖 难道我们卖掉之后 见准就变坏了 不是啊 因为它有原因 你去看这个量 与前面的量 这边的点位和这边的点位 这就是我才那个公众认老师 为什么说我们要做 很多的股票 一鱼多吃 吃的精致吃的香 见准我们把它卖了 到一个时候 可能就一两天 两三天 我们又把见准接回来 因为我们要赚 我们不是要赚股票 我们要赚钞票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我今天 要跟你讲的重点 指数已经来到了 11,600多点 你要做股票的投资 你就掌握价值选股 只要你选得对 也看到主力在下面 慢慢慢慢吃货 它吃得越久 未来会涨得越高 你相不相信 因为是成本和利润的关系 有些的股票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有谈过 所谓的中化生 有谈过所谓细微 七天就是40%的利润 但是之后呢 就没有了 主力他就不进场啊 因为他先前花着时间的嘛 吃货的时间少 花着成本低 所以呢 快速拉伸七天 他出场 我们也会了解 当然有一些 也是具有价值的股票 在主力吃货 在吃着 他吃的时间越长 他未来涨幅的空间越大 在技术现行来讲的话 有没有经过一个所谓的 横向整理时间越长 他未来啊 只要他是好股票 要攻击的时候呢 会等幅测量怎么样 会上的时间越高啊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我今天特别讲到 指数来到一万一千六百多点 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 赚得长长久久 要获得股票市场的这个 股票市场是不是暴利啊 当然是暴利啊 光是我们刚刚看到 今天获利了结到见准 你去算他的利润 也是银行定存利率的 一百倍啊 要不要 每个人说我要 你要不要去做 这是最重要 欢迎您跟着我 财那个工作人员老师 一步一脚不应 将股票市场里面的暴利 我们一个一个一个 把它赚到口袋里 那才是真财啊 不要整天那么等 等 是不是有冲天炮的股票 被我逮到了 就好比 有些人每个月都去买乐透彩 这道理是一样 他又等那个冲天炮嘛 但是做股票来讲的话 我们是用钱滚钱 用钱赚钱 它是一个智慧型的产业 当然是我们要用价值投资 今天他不冲天炮 他未来也会冲天炮的 总比买乐透彩 今天不冲天炮 明年不冲天炮 那可能一辈子都不冲天炮 那叫做投机嘛 买乐透彩嘛 这是做股票来讲的话 我们要让我们日日 都存在一个正确投资的心态 我们买进的股票 都是未来一定会呈现 冲天炮这种暴利的股票的 我们把它爆了 爆得牢牢的 告诉自己 我买的 我照财纳克工作人员老师 买的股票 他就是未来的联发科第二 他就是未来的财经店第二 这样子 你未来一定富足 我们修一下进段广告 我们来谈到这个盘局 我找到 我找到龚老师了 龚老师及数十年操作及教学经验 以宏观经济为蓝图 以介绍分析为基础 以价值投资为依规 以智慧创造您的财富 跟随龚老师的脚步 是您璀璨人生的开始 不会失望更不必等待 苏波您的福尔串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阿瑟 听说你又买房子了 啊 股票我就贪一点点而已而已 对不对 买股票都在你贪 这个股票又怎么买才对啊 我跟你说啦 我们要再开闪啦 不用这样麻烦啦 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在帮我看 刚才买到早上时一通电 你的妹妹就帮我看电脑都会帮的啦 你说什么妹妹啊 一切都狗的既然就对了啦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台股再度上涨了87点 期货指数来讲的话 上涨了百点 这个行情呈现在你的面前 原则上面 你看了财纳客 向前行 其实我恭喜你 你看对了节目 10月9号 我们播出的时间 就是和我们现在时间是一样的 我们从10月8号的时候 开始从晚上10点钟 已经改成晚上的7点半 当时我也跟大家谈到 当天下跌127点 风格浪行情正式启动 到了今天 已经涨到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投资朋友们很慌张 所以我在上个阶段里面 奠定你的安定的心 告诉你 股票市场的暴力 长长久久都存在你的面前 不要说啊 我这疯狂浪我没有赚到钱 或者我现在手中的股票 没有让我立即赚到暴力 其实每一天都是机会 但是你要走正确的康庄大道 价值投资 你只要找寻到价值投资的股票 你未来日日都会赚暴力 我们今天不是获利了结到渐准 你看哦 前后操作来讲 也一个多月 只是在短线方面 我们把它获利了结到13%的定存利率 13% 算作年化报酬率 有100%啊 是比银行定存利率高出100倍 这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再跟你讲 联发科从199块钱涨到今天 426块钱 再想一想 先前台积电从38块半 涨到近期的300多块钱 这个中间不是因为 他们是具有价值吗 这是重点 盘局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 大家还记得吗 在上周五 大盘来讲上场40点 形成红黑量缩 我说放量急功 到了昨天 我又讲到 的确放量 它功了 而且这是稳量 稳量会怎么样 继续精彩吗 继续精彩 今天的量 长成这个样子 你去注意一下 这边放大 我用红色的圈圈 给大家标示 请你去注意一下 我叫做点位强势整理 你们强势整理 期货都已经长得白点 它就是一种 所谓的价量攻略 我财纳课的 影音教学课程里面的 价量攻略里面 它就是一种 点位的强势整理 点位强势整理 都长成这样子 你看到 这条指示线 五日移动平线 它都已经角度已经 已经翻上去了 那么既然点位 都是一个强势性的整理 那么我们只能说 持续精彩啊 它就是持续精彩啊 股票现在能不能买 当然能够买 因为现在有太多 有价值型的股票 让你呢 来赚暴利 但是它有个前提 怎么买 跟你说个小秘密 就是这个失局 买在默默无闻 卖在人尽皆知 媒体上面 报章杂志上面 谈个股票 往往它已经是 人尽皆知了 这档股票今天创新高 联勇 创新高 219块半 这天是哪一天 7月18号 联勇三根黑开 大家说 这叫黑三冰 我在这个节 我在节目之中 我有跟大家谈到 这是投资的股票 我们准备要进场 我们什么时候进场 再看一次 这几月9号讲的 7月18号 联勇连续下插三根黑开 我们这边放大一点 三根黑开 杀给你看 当前还跌了9块钱 我说我们准备进场 8月12号 盘中11点28分 我们进场了 就进场 这是分线记录表 166块半 8月12号 11点28分 166块半进场 在那个时候 谁会谈联勇 166块半的联勇 没人要 现在大家谈 200多块钱的 219块5的联勇 股票暴力 每一天 那个压在土地 那个钻石 我财纳客公众员老师 每一次我的分析 都热腾腾的 交给投资朋友们 股票的暴力行情 每一天都存在 未来多余空 那是指数的问题 个股呢 照样放中间 发大财 股票的暴力 今天这个观念 送给你 欢迎您跟着我们脚步走 今天财纳客 向前行就为您说到这里 祝您投资顺利顺利 股市大发财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不分 未经许可思维 这边欢迎来自责任 能否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